今屆ACCE加拿大结出华裔创业家长的终身成就奖得主 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华裔移民Eva Kroc,李以华博士 他秉持以人为本和信誉至上的理念 为本国和亚太地区构建出无数的商机 也都以独特的个人魅力激励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 Eva,李以华1942年出生在马来西亚 小学毕业就被送到澳洲单独留学 所幸遇到一位开明又开朗的当地主家 彻底改变了原本极度缅腆的Eva Eva后来在英国取得营养学碩士学位 不打不撞来到加拿大 任职沙省大学 一路由助理教授做到学监 之后又成为沙省应用科技学院的首位主席 我感谢他们帮助 football 以沙省的木羹 实在是空来和菜充 avanz我 开放 su 到达后再不we LIVE 再次两两年 和本国著名的华裔建筑师 郭敦麗喜结良缘 千句邑哥说 初离诈道 仅有的社会活动就是参加聚会 一直有自投身社会的Eva 于是创办Amara 版图逐步由地产拓展制度饮食 和投资等领域 并且利用自己的多元文化背景 求建本国与亚太地区的商业桥梁 卓越的领导能力 令她相计受邀担任16个 不同领域企业和慈善机构的董事 多次被评选为 本国最具影响力的女性企业家 Eva始终认为厚德在物 只要坚守承诺 以人为本 机会就一定会降临 而财富也都绝非评判成功的首要标准 Iva在接受ACCE终身成就长时讲笑话 这个奖项证明自己不再年轻 不过他很荣幸可以借此机会 和年轻人分享人生经历 与之共勉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